接下来就是我们跟投票相关的 格员留多少换多少 换血又要换谁的这个部分 要请你帮我们听听看点兵点将 好许明春啦 这昨天亮哥跟我说 他说因为他毕竟局系的 赖清德对他也没意见 所以即便仇恨值高 即便去年就说不想干了 他还是可能会继续留任劳动部长 然后刚很多人就觉得 是劳工杀手的许明春 有机会留任 然后其实经济部长王美花 是有被点名的 甚至说会不会有可能 转战政委这个不知道 那为什么他会被点名 是因为有人已经讲好 下一个经济部长 也许是公明星 就是国发会的主委 那这个仇恨值的部分等等 相对是比较弱一些 跟王美花比起来的话 那是不是也比较符合赖清德的胃口 经济部长同样也被点名的 还有曾文生 可是曾文生他就真的仇恨值高一些 在很多议题上面 他处理的也是蛮情绪化的 那潘孟安呢 不接格魁的话 是要去接民进党秘书长吗 我觉得潘孟安比较明确啦 他在子虚乎有让我想到以儿传儿啊 就是他也很怕见光使 潘孟安想不想当隔魁 想爆了 可是现阶段对赖清德是没办法 因为很简单 潘孟安完转自己人 大家还记得那个 以前那个思维权 林串美董事长 他用了一个词 我觉得非常精准嘛 那时候我讲过 叫做老男男 老的男编的男性 这绿营最爱啊 那这也是赖清德的统温层嘛 可是如果今天总统实力 减策议院长也是新潮流的人 那如果行政院长还是个新潮流的 这个民进党内部派系会炸国啊 所以基于派系平衡的原则 还有他是一个很弱势的东西 他只有40.05 直白的讲王毅川那一挂的 对赖清德不是很满意啊 他们是属于政国会系统的 他们只是明面上不能讲说 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很接近 政国会很台独嘛 赖清德很台独嘛 可是在权力结构上 他们是不平衡的 有时候政国会目前切身为民 因为政国会的这个 精神领袖游席坤已经下课了 那这个林佳龙烂泥不上墙 然后这个前基隆市长 现在又陷入了各种这个纠纷里面 跟谢国良打的不可开交 林佑昌 对对林佑昌 他本身抗战也不够 所以目前格魁 攀不然八件事故心忙忙 以我个人的关系 那我的这个挑战 大概没什么人有 就是如果他真的 赖清德想给他 因为他也当过县长了嘛 那可能有机会 可是问题这在于说 现在我认为了台面 只要见光的都是死啦 你说包含沈荣津也是 我认为都是死啦 因为赖清德是个很 这个很鸡拐的人 就说你越来越不要这样 他19年会败给蔡英文就是这样 他就是知道蔡英文一定出国 他如果出来宣布蔡英文一定生气 他就偏偏想挑战看看 他就是一个很get的人嘛 就是这个 他的性格里面 他的本身的性格 像在国民大会那个 今年有流传 那个举牌啊 对不对 他怎样翻顾老男孩哦 对啊 他真的翻顾老男孩 他就是一个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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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要吃西贵欢景的这种人格 所以他现在好不容易拿到群 他拿到这个权力他要使用 他绝对不会让台面 为什么下这个封口令 就是这个他想要完全做主 可是又不希望蔡英文参货进来 那蔡英文现在心态也很明显嘛 你只要不冒犯我 基本上我两手一趟我代退 老娘代退最大 我就想退休了 所以这里面泡泡很想 才会一直讲只需乌有 你看以鹅传鹅 就事实上不是鹅啊 对不对 这事实上是真的嘛 这个鹅是这个是真鹅嘛 对不对 这真的是真的嘛 最后他就下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因为 潘默很怕见光使他没机会 但我必须讲他这次大概没机会 可是你说那个秘书长啊 因为这不牵涉到政务 他很有可能退休求席是接 民进党秘书长 亦或者是什么 总统府秘书长 总之他一定会给他一个 蛮重要的秘书长的位置 反正他行政院长可以等啊 对他可以等 四年内慢慢等啊 而且你不要忘了 还有一个人懒懒生奇啊 陈其迈啊 我认为陈其迈一定要入阁的啦 对啊 陈其迈是一定会接行政院长的 大家可以到时候验证我 我希望我被打脸 刚完市长了 对对对 他就当到可以派代的时候 就代理市长 因为大家知道最后两年 是可以派代理市长嘛 到要派的时候他就离任了 这是两年拼四年啊 这是拼完了对不对 你看他多幸运啊 先被韩国瑜做了一年半 所以我第一任只做了两年半 好舒服哦 然后再做两年 这个市长啊是不是就入阁了 他很想入阁 这个是真的 而且大家也知道陈其迈 跟他太太感情不太好 留在高雄干嘛 人嫌嘛 怎么讲都是真的啊 地方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 然后再来呢 刚才王美豪我们谈过了 许明春为什么留任啊 就第一个他跟菊姐那间多职的 他是菊姐的小妹妹 那当初大家知道气暴案的这个去找搞这个集体诉讼 就是许明春的律所去弄的啊 所以吃的盆满泊满 到现在这个事情也无头空案了嘛 然后呢 这个许明春还有一个特点是 劳动部长这个缺在民进党里面其实是偏腮溃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里面有非常多的劳工团体 这几年对于劳工中心是极其不满啊 因为这个劳动证 反正劳工不会 就是基本上劳工是不太会满于现状的 他一定要更多 那这个位置本来就不好做 然后许明春干的很爽嘛 阿村阿部长阿村阿村阿村部长好啊 每天都在广告丢嘛 那他干的更起劲 那又是成军的人 所以他留下来的机会比较有可能 有时候见光死 如果是续任那不会死 但如果是新的人 尤其是重要位置的话 很可能就会死 然后卓龙泰我觉得会有一些用途啦 但是接抚命也有可能接抚命 因为他的性格上面比较忠于是 就是谁都可以委托他 他的这个有这个机会啦 那事实上你看你们 我们今天这个点名里面少了好多人 比如说这个林家老师要去哪里 林家没位置摆 这很尴尬 全台北市长啊 也许有去选举 他很想啊 现在高嘉瑜最想啊 那再来我认为经济部长目前 这两位会不会接我不确定 但我认为目前看不出来一定是他们接啦 就这个都是谣传 而且很有可能什么就绿云放风生 因为大家想当嘛 因为经济部长很肥啊肥缺啊 很有权力 而且经济部长干得好 那这个之后的官运前途是蛮高的嘛 然后管妈是教育部长是没可能的事 对这个我们刻意在最后面偷偷放了置入了这一行 就是讲说管妈要哭了 你看他操作的这一波 刚刚上个小时的这个最后历史哥也讲 高雄市长看起来排不到他了 然后他最想要最想要的教育部长 就看起来赖清德根本心中有口袋名单 是陈大前校长苏慧珍 有望出认啦 不知道会不会是 可是根本没把管妈放进去思考吗 其实这苏慧珍都有机会 管妈是不可能的 管妈第一个派系不对头啊 第二个他这几年跟蔡英文站得太近 赖清德也没很喜欢他 可是管妈这一波在冲啊 他一定有他的企图跟妄想 我是觉得啦 这个管妈就是退而求 就是我刚才讲他做代理高雄市长 这个有一点机会啊 但是要等一下 那管妈会不会在这一波里面 彻底的out呢 以他最近这样称就看这一局结果 现在就看这个惊吓博弈 假设到最后 是民进党至少在他们的宣传里面 是胜利的话 那管妈就有战功 民进党是一个战狼之政党 修战 狭路相逢勇者胜嘛 再贏 那就有机会 如果战输那就没有机会 所以我自己个人看整个布局 大概是这个样子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田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早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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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